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报一年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从此希望有工之人永远幸福健康的生活 续续鼓励和教育子孙后代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为同那省建设日益发展做出贡献 省委书记还要求各地要经常关注 认真落实政策 照顾好全省有工人员 人民武装力量阮文林对省委书记阮宏林视察表示高兴和感慨 高度评价省领导在落实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惯性人民生活中的领导和指导 近日同那省仁测县领导与韩国大田市如城区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并与该区进行了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考察和合作 会上大田市如城区对外合作顾问金仁正代表团团长表示 大田市在高兴技术产业方面趋有优势 拥有许多竞技 科技成果和技术 他希望与任则县在旅游 经济等领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将努力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 共同发展 任则县领导表示 怀着合作发展的愿望 近后任则县希望大田市如城区 于同南省发挥桥梁作用 开展必要的投资项目 使任则县紧怀发展成为一座文明现代化的城市 2024年 各部委 地方将按照国家预算法 公共投资法的规定进行详细分配 特别是对已完成投资手续 有能力剥复的任务和项目 要集中审查和分配资金 而不是分散分配 按照正确的优先顺序 将资金分配及合适的主体 重点安排充足的2024年资金计划用于国家重大项目 避免分散分配 不将基金分配及无法支付的项目 这是督促各部委和地方推动2024年公共投资资金不复的主要内容 要求各部委 地方根据财政部最近发布的政府规定 促进公共投资资金的支付 面对欧洲 美洲集装向运输服务价格疯涨的情况 交通运输部已向越南海市区发文 要求落实支持企业等任务 据此 交通运输部要求越南海市区 主持并会同有关单位协调 确保全国海港系统畅通无阻 为金出口户物运输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 研究并立即部署提高海商基础设施开发销率的解决方案 此外 交通运输部还要求各单位 加快运输金出口户物 特别是输往欧洲 美洲集装向护物的传播 金出港手续和护物撞卸 2024年假成农历新年即将来临 这些天 同南省的化民们忙着打理新花 服务市场 春期期间种花出售 将为农民带来高收入 播种后已经过去五个月了 此时 位于龙青师的引文锤先生的家 正忙着照顾和应用多种技术来帮助化卉植物生长廉耗 确保鲜花适时绽放 准备好在农历新年期间供应市场 今年是锤先生投入大量资金 为春节种花的第六年 今年他投资了一座贵模达4000多盆徐花的花园 总投资额近10亿越南顿 到目前为止 锤先生的花园发展得很好 他说 今年的花比往年更漂亮 因为雨量少 所以很容易达理 今年的市场由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 购买的客户有所减少 目前家庭花园的售出率还不到70% 目前正在等待春节 看看情况有没有变化 龙青市保荣芳农民协会主席阮成玉先生说 希望今年 我们保荣芳的农民 那些为春节制作鲜花的人 能够有一个好收获 然后为我们的农民家庭带来更多的繁荣 此时 农民们正忙着工作 投入大量的心血 尽心打理着每一盆花 期盼着春节花卉丰收 年年红红红火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关注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